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指出 非法拘留患者医疗成本不应由德州全民买单 并要求拜登哈里斯政府偿还 德州在这一部分的支出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欢迎回来 周五负责前总统特朗普联邦选举干预案的法官批准了特别检察官办公室 要求的延期回应申请 因最高法院近期的裁决及总统在任期间采取的部分行为可以免于法律挑战 特别检察官史密斯于周四要求推迟回应美国地区法官的日程安排命令 答案的现况报告原定于本周五提交 现已正式延后至8月30号 同时原定于8月16号举行的状态会议限定于9月5号举行 特别检察官办公室表示 他们将首先评估最高法院的最新裁决 其次在评估司法部及其他部门 这期间涉及种种法律条文 因此需要更多时间 一度拒绝与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辩论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终于答应按原定安排与美国广播公司与哈里斯进行辩论 他甚至要求两人进行三场辩论 据报道 美国广播公司周四证实 特朗普和哈里斯将于9月10号在该台进行辩论 这将是两人首次面对面较量 周四 特朗普召开记者会时表示 除了9月10号的辩论 他还同意在9月4号和9月25号进行另外两场辩论 这两场辩论将在福克斯新闻和全国广播公司播出 另外也会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台举行一场副总统候选人辩论 但是特朗普没有具体说明辩论细节 例如是否会有现场观众出席等等 随后特朗普团队曾经他混淆了电视台和辩论主办电视台 近期 副总统候选人沃尔兹被任命后遭遇服役经历不真实的指控 呈舆论焦点 批评者称 沃尔兹先前在即将领军前往伊拉克作战前选择退役 并质疑他过分美化自己的服役经历 美国有线电视网的报道指出 早在2006年沃尔兹首次竞选国会议员时就已经面临过类似指控 在当时有人投诉他误导选民暗示自己曾在伊拉克或阿富汗服役 沃尔兹对此回应强调自己在陆军国民警卫队服役24年 从未明确表示自己曾参战 他认为这些指控是对其名誉的诽谤 并呼吁选举中应避免使用不实指控来诋毁候选人的品格 周五 加拿大钢铁合铝生产商敦促政府 立即对中国进口金属产品加征关税 指责中国的产能过剩损害了加拿大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 加拿大钢铁生产商协会主席科布登指出 美国和墨西哥已经提高了对中国铝合钢的关税 并批评中国不遵守国际规则 对全球市场造成破坏性影响 与此同时 加拿大政府正在评估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的建议 并考虑是否拓展到其他产品 旅游协会主席西马德表示 美国和墨西哥的征税行动 使加拿大成为中国商品进入北美的免关税通道 这可能对加拿大的经济利益构成长远威胁 周四来自中国的两只大熊猫云川和新宝正式亮相加州圣地亚哥动物园 加州州长纽森将当日定为加州熊猫日以示庆祝 这是二十多年来首次有大熊猫来美 象征中美之间深厚的文化和经济联系 圣地亚哥动物园为迎接他们特别扩建了熊猫馆 并仿照中国大熊猫栖息地进行设计 为大熊猫提供更舒适的生活环境 也让游客能更好地观赏熊猫们 圣地亚哥动物园与中国的合作已有三十年 极大的推动了大熊猫保护事业的进展 此次熊猫的到来进一步促进了中美之间的交流 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 欢迎回来 周四波音公司迎来新任首席执行官欧特伯格 他计划将公司总部设在西雅图 靠近生产线工厂 并于上任首日走访了737 MAX系列的生产线所在地 展现其接近生产一线的决心 欧特伯格承诺波音将更透明地处理问题 并表示公司正面临恢复消费者信赖的挑战 他的选择受到业界赞扬 被视为波音公司将勇敢面对问题 认真解决困境的象征 欧特伯格作为航空业老将具备丰富经验且作风谦逊 被期望能引领波音走出近年来的品质与安全危机 除了以局外人身份审视波音内部运作 他还强调与员工和各方利益关系着密切合作 将是公司重返巅峰的关键 周五巴西圣保罗州文一都市发生一起严重的飞机坠毁事故 机上载有62人 包括58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 当局表示恐无人生还 据航空公司确认 这架原定飞往圣保罗国际机场的飞机在居民区坠毁 现场火光冲天 目前尚不清楚具体的伤亡情况 但总统卢拉在记者会上表示 机上人员或全部罹难 事故发生后 消防员和军警迅速赶往现场进行救援 居民区已被封锁 官方仍在调查事故原因 电视画面显示坠毁的飞机已完全损毁 燃烧的残骸散落在居民区内 周五根据美国国家环境资讯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 上个月加州创下了历史上最热月份记录 今年7月加州的平均气温高达81.7华氏度 首次突破了80华氏度的门槛 并超越了去年的7月记录 在加州与亚利桑那州接壤的尼德尔斯市 气温则超越亚利桑那州凤凰城 成为全美最热的城市 同时全球气候监测机构的报告也指出 2024年7月是全球有史以来第二热的月份 仅比2023年7月的平均气温略低0.04摄氏度 随着全球气温的持续攀升 科学家警告2024年可能成为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 进一步加剧全球气候危机的严峻性 美国派拉蒙环球公司高层在周四的财报会议上表示 该公司将在未来几周内裁减约15%的美国员工 裁员消息传输后 派拉蒙股价在周四美股盘后交易中一度涨超5% 派拉蒙公司媒体网络部门的负责人表示 此轮财源将主要集中在行销和通讯部门 在法律 金融和其他职能部门等也会有一些合理调整 派拉蒙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完成财源 先前派拉蒙宣布将削减约20亿美元的成本 财源正是该计划的一部分 美国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于周四宣布 因社交平台X被用于煽动暴力 他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封锁该平台10天 此举发生在7月28号总统大选后 当时马杜罗与反对派候选人钢萨雷斯均声声胜选 导致全国爆发大规模的示威活动 要求马杜罗下台 马杜罗指控X平台及其拥有者马斯克 煽动仇恨和内战 并呼吁支持者转用其他通讯工具 选举结果仍具争议 墨西哥 巴西及哥伦比亚等国外长 呼吁委内瑞拉公开点票结果 试图透过外交手段解决政治僵局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凤凰美洲进行订阅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